好消息,蓝莓台,浙江卫视,名下人气综艺王牌对王牌吧正式启动录制工作啦 很自然的,诸多有关王牌对王牌吧的情报也迅速被消息灵通人士通过互联网爆料出来 首先就是如同此前传闻的那样,王牌对王牌吧的常驻嘉宾阵容确实有了不小的变动 本季节目的常驻嘉宾包括沈腾、关晓彤、华晨宇、沙益、唐嫣、宋亚轩 对比前一季王牌对王牌节目而言,古龄的位置被沙益和唐嫣取代 此前传闻将会缺席的华晨宇将会继续在王牌对王牌吧发挥光与热 沙益的加盟倒是并不让我们意外 毕竟,他早就因为跑男系列而博得观众的一致认可 唐嫣的加盟则无疑是意外之喜 算起来,这也是唐嫣第二次同栏媒台合作 更是唐嫣第二度触电综艺节目 吼吼,再就是消息灵通人士 以并爆料出王牌对王牌吧的首期节目相关 根据情报可知 王牌对王牌吧的首期节目走的是古装剧主题 因为路透里众多嘉宾都是以古装造型出镜 其中关小彤和唐嫣的古装造型可谓各有各的美 至于华晨宇则cosplay起长相思里的项柳 对比谭剑次的原版 华晨宇版的项柳自带几分俏皮 憨大叔沙益则是以油腻大叔版东方清仓 苍蓝爵男主角 饰演者王鹤蒂的造型出镜 倒也别有韵味 啊对了 差点忘了提首期节目的飞行嘉宾 就现有情报可知 王牌对王牌吧 首期节目飞行嘉宾包括但不限于杨迪 李雪晴 徐志胜 谢南 钟翰良等人 这几位飞行嘉宾中 杨迪算是熟面孔 而徐志胜的加盟 同样也有不小的噱头 众所周知关小彤是陆寒的女友 而徐志胜自封是脱口秀界里的陆寒 完全可以期待节目组拿这点大作视频 王牌对王牌吧 预计在今年10月开播 你期待这档综艺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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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